詞曲 李宗盛 日用天涼 常年期第二十六主日 《達則克爾先之書》 十八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 上主這樣說 你們說 上主的做法不公平 以色列家族 請聽我說 是我的做法不公平嗎? 豈不是你們的做法不公平 如果二人離棄正義而作惡 因而喪亡 是因為他所做的惡事而喪亡 如果惡人遠離他所做的惡事 而遵行法律和正義 必能保存自己的生命 因為他考慮之後 離棄了所做的一切惡事 他必生存 不致喪亡 聖詠 二十五篇四至九節 上主 求你使我認識你的法道 並求你教訓我履行你的道路 還求你教訓我 引我進入真理之路 我終日仰望你 因你是救我的天主 上主 求你以及你的仁慈和恩愛 因為他們由耿古以來就常存在 我青春的罪謙和過範 求你不要追念 上主 求你紀念我 照你的仁慈和良善 因為上主仁慈又正直 常領迷途者歸回正路 引導謙卑者遵守正義 教導善良者走入正途 保禄中途自匪李白人書 二章一至十一節 弟兄姊妹們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 愛的勸勉 聖神的交往 哀連和同情 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 同氣相愛 同心合意 思念同樣的事 以滿全我的喜樂 不論做什麼 不從事見 也不求虛榮 只存心謙下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 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 也該顧及別人的事 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 他須具有天主的形體 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 為應當把持不捨的 卻使自己空虛 取了奴僕的形體 與人相似 形狀也一見如人 他便益自己 聽命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為此 天主極其舉揚他 賜給了他一個名字 超越其他所有名字 自使上天 地上和地下的一切 一聽到耶穌的名字 無不屈膝扣拜 一切純洩 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 以光榮天主聖父 《瑪窦福音》 二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二節 那時候 耶穌對師祭長和民間長老說 你們以為怎樣? 從前有一個人 有兩個兒子 他對第一個兒子說 孩子 你今天到葡萄園去工作吧 這兒子答應說 主 我去 但他卻沒有去 父親又對第二個兒子說了同樣的話 第二個兒子卻回答說 我不願意 但後來他悔悟過來 就去了 兩個兒子中 那一個理行了父親的意願 師祭長和民間長老說 後一個 耶穌對他們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誰你和昌記要在你們之先進入天國 因為若看來到你們這裏 你行了正義 你們仍不相信他 誰你和昌記都相信了 至於你們 見了後 仍不悔不去相信他 聖經反省分享 達則克爾先知書十八章二十五至二十八節 先知宣告天主希望人們停止重覆 和相信那句古老的言語 祖先吃了酸葡萄 兒子孫的牙孫倒十八章二節 達則克爾也攻擊他們關於 一旦是罪人 永遠是罪人 兒子要承擔父親的罪過的信念 他斷言惡人有可能不再犯罪 轉向開始尊重天主的法律去正直地生活 主透過握則克爾說 這樣的人必得生存 不自喪亡 他犯下的任何罪行都不會被天主記住 而人們卻喜歡記住別人的罪過 重覆地譴責他們 否則為什麼握則克爾需要這樣語言呢? 同樣一個好人也有可能背離正直 失去天主和近人的青睞 這樣的人過去的善行將被遺忘 他將因自己的罪而死 達則克爾先之書十八 將二十五至二十八節強調離惡行善 天主是根據人的罪中選擇來判斷的 這種悔改行為是耶穌在福音中所稱讚的思想改變 因為他會導致罪人回歸到正義的道路 但個人責任和社會是互相影響的 並且需要巧妙地知道何時必須優先考慮哪一個因素 達則克爾明確指出個人責任的意義 這就是說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自由地從邪惡轉向正義 反之亦然在每種情況下 人們都會根據這個人的轉向的新生活 而不是其以前的生活來評判之 這也許過於簡單化了 但它符合今天福音中兩個兒子的比喻 聖詠二十五篇四至九節 這首詩是一首個人的愛歌 達未受到敵人的欺壓 但同樣意識到自己的罪 他祈求天主的歡樹和憐憫 將他從敵人手中解救出來 並引導他走上正確的道路 這首聖榮是對阿則克爾先知書十八 將二十五至二十八節的適當回應 讓人看到一個人的生命被當下一分為二 過去充滿罪惡 未來充滿正義的希望 在當下 一個人應完全信賴天主的憐憫 阿則克爾再強調個人責任時忽略了這一點 而聖榮二十五篇九證了這一點 上主求你以及你的仁慈和恩愛 二十五篇六節 喚起了人們對聖經中非常重要的紀念 概念的關注 用現代用語來說 記憶只是在腦海中回想起過去的事件 在聖經中 當天主記起時 他不僅僅是回憶過去的事件 而是將其 從過去中帶出來 並使其在現在生效 因此 天主過去所施行的憐憫 現今又再施行 這個概念對我們理解聖體 聖事非常重要 你們應行此禮 為紀念我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十九節 不僅意味著我們在腦海中回憶 墨西亞的犧牲來救贖人類 即天主憐憫的致極行動 而且天主今天仍在犧牲自己來拯救罪人 基督時代如月節 慶祝活動中所理解的紀念 概念是指 過去的事件 在現在生效 為更清楚地理解基督的犧牲 和聖體聖事之間的關係 開闢了道路 匪理白書二章一至十一節 聖保錄告訴我們最接近天主的最佳標記 就是我們身邊的人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和社區或家庭的關係 與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事物不可分 這兩條 至大誡命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己 不僅是相似的 我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本身 就體現了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保錄社給匪理白人的信是 因其對基督耶穌的偉大讚美思而聞名 他須具有天主的形體 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 為應把持不捨的 卻使自己空虛 取了奴僕的形體 與人相似 形狀也一見如人 基督以人類的形象出生 但這首崇高的讚美思 是保錄在談論到我們彼此的關係中 推薦的一種生活方式的形容 這首讚美思體現了我們面對面時必須懷著基督的心意 即是在基督內 只有當我們死於自己時 我們才能找到快樂和安慰 不過 這是一個不受人歡迎的生活態度 如果你們在基督內獲得了鼓勵 愛的勸勉 聖神的交往 哀連和同情 你們就應彼此意見一致 同氣相愛 同心合意 思念同樣的事 以滿全我的喜樂 不論做什麼 不從事見 也不求虛榮 只存心謙下 彼此該想自己不如人 各人不可只顧自己的事 也該顧及別人的事 匪理白書二章一至四節 但這正是 我們所抗拒的一種生活態度 我們靠競爭生存 我們喜歡自負 我們最罕見的關心 就是對方的利益 除非我們願意付出代價 來建立互信 來贏得像基督般的愛去愛人 《瑪竇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八至三十二節 耶穌這個關於兩個兒子的尖銳小比喻 是對師祭長和長老說的 耶穌在聖殿驅逐殿內 商人的戲劇性行動的第二天 這些高級官員 就來挑戰耶穌 做這些事的權威 顯然是指耶穌清理聖殿 並繼續在聖殿教訓人的行動 可以說 是他們認為耶穌騷擾了這些權貴的地盤 但耶穌反過來問他們 若看的洗禮是從哪裏來的 是天上的還是人的 耶穌是在迴避他們的問題嗎? 不 祂是在揭露師祭長和長老的虛偽 馬鬥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師祭長和長老們彼此之間所說的話 如果我們說 是從天上來的 他必對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不信他? 如果我們說 是從人來的 我們害怕民眾 因為眾人都以約翰為一位先知 所以他們對耶穌說 我們不知道 在此 因此 耶穌的問題 揭露了這樣一個事實 这些人并不真正关心神圣的权威 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权力 他们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而采取行动 如果他们真的关心天主赋予的权柄 他们就会在使者若看身上诚释到这一点 在这个背景下 父亲叫两个儿子到葡萄园工作的比喻就很明显了 耶稣向师祭长和长老讲了这个比喻的原因 是当他在圣殿教导时 他们走近他 询问他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是谁给他这权柄的 师祭长和长老认为 合法的圣殿当局 没有委托或许可耶稣 他们挑战耶稣的权威 马斗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在圣经中 以色列是葡萄园 是属于天主的 参考伊撒二雅五章一节 如果说第一个儿子接受圆主委托 出去到葡萄园工作 那肯定是宗教领袖们 当师祭长和长老们确认 理行父亲子义的人 就是那虽然起初是拒绝 后来却去工作的那第二个儿子时 他们就是谴责自己没有理行天主的工作 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 若看来到你们这里里行了正义 你们仍不相信他 谁利和昌记倒相信了 至于你们 见了后仍不悔悟去相信他 马斗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二节 在这一点上 谁利和昌记就像第二个儿子 因为在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中 他们是天主旨意的反对者 但他们最终透过悔改回应使者 约翰的宣讲而遵行天主的旨意 而那帮宗教领袖们 就是第一个儿子的表现 因为作为宗教领袖 他们表面上是天主律法的遵守者 但是 由他们对使者约翰的回应来看 他们是没有理行父亲的意愿的人 也就是说 无论是约翰或是在耶稣的宣讲下 师祭长和长老门 就是在拒绝天主的权柄 所以他们比比喻中的两个儿子更糟 他们只想保住自己属人的权威 因此变得心地刚硬 对天主的宗保持持没有反应 然而 耶稣并没有将他的听众他于门外 他说岁利和妓女 在你们之前进入天国 但不是代替了师祭长和长老门 转变总是可能的 在这本福音书中 第一个儿子最初对父亲的回答是正面的 只是他根本没有打算服从 但第二个儿子改变了主意 并按照父亲的要求做了 相较之下 第一个儿子看似信从的 他答说 主我去 其实是不诚实的 因为他没有去 耶稣显泽师祭长和长老的行为 因为他们自己完全不诚实 受到若看 公义之道的挑战 而有罪的岁利和妓女 如同第二个儿子 改变了他们的行为 师祭长和长老 如同第一个儿子 陷入自以为是的困境中 拒绝改变 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就是选择自我转变 这是对自己 对天主和对他人完全诚实的问题 在耶稣向师祭长和长老讲述的故事中 一个儿子只是嘴上说说 却没有付诸行动 另一个儿子一开始狠抗拒 但最后 还是在葡萄园里工作 老二确实遵行了天主的旨意 言语是不救的 这就是为甚么归依的瑞利和妓女 被哪些子谈论正义的人 先进入天国 要记住耶稣并没有问 哪一个儿子回答得正确 他问道 这两个人中 谁执行了他父亲的意愿 耶稣显然讲了 这个比喻来证明他所宣扬的天国福音 用来反驳对他批评的人 耶稣说 现在接待我的瑞利和妓女将进入在最后的审判中 我将进入天国 而不是哪些批评我与他们交往的人 这个比喻是宣告天主对罪人的怜悯 添加有关使者若汉的说法 给这个比喻带来了令人惊讶 但并不完全恰当的转折 然而 马斗透过将外框甲在权威问题 和第一个儿子的邪恶农夫之间 纠正了这种尴尬的局面 即此 他将其作为对犹太宗教首领门在 整个救恩历史中对天主目的的回应 第一系列三项评论之一 从先知时代到使者若汉 再到耶稣本人 当然 从马斗的角度来看 一直到主复活后的教会使命 这种回应都是一种不断的拒绝 对马斗来说 这证明了他自己的教会放弃对以色列的使命 而专注于向外帮人传道 这个比喻让我们深入了解为什么 贫穷的人 在第一端真福中受到祝福 宗教领袖们因为 执着于世间权柄而分心 不承认天主的权柄和遵行他的旨意 另一方面 瑞利和妓女 尽管他们可能拥有微不足道的经济和色情权力 但当他们在使者若汉和耶稣身上遇到天主的力量和权威时 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频繁 对天主的力量和权威持开放态度 很可能 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 如果我们生活在第一世纪早期的加里勒亚和尤大 我们就会成为那些对耶稣行使权柄反应良好的人之一 对我们来说 试着想象我们会如何回应使者 若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默想 我们会用心去听哪个荒野中的怪人 穿着瘦皮 吃蝗虫 邀请人们在约旦河里浸泡妈 尽管使者若汉和耶稣是截然不同的人 一个致力于禁食 另一个则经常与瑞利和罪人一起进食 但哪些被耶稣吸引的人 却是哪些聆听使者若汉的人 耶稣鼓励我们思考我们选择的后果 尤其是哪些不仅对现在重要 而且对永恒也重要的选择和决定 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 将影响和索做我们的未来 包括我们在世上的未来 以及幕后的生活 耶稣明明地提醒我们要记住 仅是有良好的意愿是不救的 除非去履行出来 否则承诺就是空的 天主要改变我们的心 好让我们透过言语和行动表明 我们尊重并遵行他的旨意 如果我们拒绝主耶稣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胜利 为我们赢得的恩典者分天主的祝福 和得能的免费礼物 那么我们就会失去这个宝藏 让圣神充满你的心 让天国的平安 喜乐和易得充满你的心 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 主耶稣 改变我的心 使我只渴望令你喜悦的时 请帮助我尊重你的意愿 并吸我力量 喜乐和毅力来全心全意地实现他 阿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